拜登表示 6亿剂新冠疫苗 不只是要让每一位美国人都能接种疫苗 且应该优先考虑让教师接种疫苗 不过这要取决于各州疫苗的接种时间 同时拜登也澄清了白宫新闻发言人的说法 希望能开放大部分的学校 并且目标要在夏季开放所有学校 耗资27亿美元的伊利浩 由于无线电传输到地球的时间超过11分钟 因此伊利浩将面临最后一次的自动降落 从火星大气层顶部降落到红色星球地表 并且被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工程师称为恐怖7分钟 主要原因是伊利浩的隔热罩将以12000英里的时速射穿火星大气层 同时承受1300度高温峰值 而挑战完恐怖7分钟之后 火星漫游车将会展开 并且靠着首次攜带的小型无人机 和用于寻找生命迹象的精密仪器 一边探索火星地表 一边钻取火星核心样本 最终返回地球 而在此之前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展开5次火星车任务 单脚站立热身 两手画圆圈 很难想象如此简单的热身运动 您的孩子在过去一年当中只做过了几次 甚至多久都没做了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警告 全美高达六分之一的儿童 都因缺乏运动体重超标 因此家长不要忘记 为孩子提供一些更平衡的选择 包括控制食物摄取 以及陪孩子运动 度过欢乐时光 所以不止对抗疫情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统计 全美所有2岁到19岁的未成年人中 高达18.5%的肥胖人口都要减重 这位年仅24岁的艺术家 Diamond Vapor Young 花费了63小时 将近5天才创造出这幅 大小有6450平方英尺大的作品 不止比上一个世界纪录 足足增加了350平方英尺 且只使用黑色马克笔 分别展示了三种不同的空间 包括土地 海洋和天空 另外 同样来自费城的艺术家 T.J. Stellar 则创造出了一棵巨大的冰雕树 在低气温的天气中 树上解满了冰 它便开始在树上进行创作 并且加水冲袭 反复这一过程 才创作出了如此特别的冰雕树 目前这棵树已经成为当地地标 而这个灵感还要从它的祖父说起 最后将视线转移到可爱的小动物身上 各地动物园都放出了小动物们可爱的视频 这些毛肉蓉的朋友们在雪地中打滚 享受着冰雪世界带来的美妙生活 看94岁的老爷爷鲍勃哈勤森 展现过人的体力 在加拿大的湖泊里畅快地滑水 甚至连金氏世界纪录都认证 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滑水员 而老爷爷在得到这项消息之后相当高兴 鲍勃老爷爷不仅会快艇滑水 他还是一位滑雪高手 老爷爷表示他想告诉世人追寻梦想 永远不怕太迟 另外一位拥有过人体力又勤奋工作的学校校长 是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汤米博尔格 他同时兼任校车司机 每天一大早就会先开校车 送学生到学校上课 之后才转换身份 执行雷恩小学的校长工作 尤其是在泉州校车司机短缺的情况下 汤米更率先挺身帮忙 我们在国家的教授 我们只是做的事情 我们平常都没有做的 嗨 我是Mark 很快的问题 我问一下 这个会很奇怪 你是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 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 电影微小完美事物的地图 一对年轻人发现自己 一遍又一遍地生活在同一天 是 是 同一天的事情一直在活动吗 哇 我认为我终于可以玩一个角色 那真的会跟人家联系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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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事情 为何她是 为何她不想移动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就是在年輕人的故事 我認為它有很多希望 而且它有很多理解 我希望你會想到它 我希望它會跟著你 我認為它會 我們在一個時間鏡子 你、我、每個人 都會再次重複 像在《Groundhog Day》 和《The Edge of Tomorrow》 這也是傑美因哈里斯 個人的第一部劇情片 我感到很棒 很棒 其實從那裡 我從那裡 從那裡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拍攝 然後我拍攝 我從那裡 我第一次離開來 所以我還是能去阿拉貝嗎 基本上的生活是 節句 然後,總之有這些時間 然後,一種有些個微笑 那是一個特別的 那是要受飽造的 什麼呢 我們都找到了 所有的完美的事情 東rove新聞團隊 在洛西蘭基的總交報導 大家好 我是悠悠喬直播Jeffrey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2月18日是全国喝葡萄酒日 National Drink Wine Day 但这一天并不是鼓励大家喝酒 而是要创立酒的正确知识 葡萄酒早在公元前7000年 就已经被人类发明 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草 是位于亚美尼亚 一处4000多年前的山洞 发现了史上第一瓶葡萄酒 另外在埃及法老王的坟墓中 也发现到酿酒桶 不过大多是在宗教仪式上使用 酿酒会受到土壤、温度、天气等影响 因此来自同一处葡萄园的葡萄 所酿出的两瓶酒 也会因为生产年份不同 结果味道完全不同 根据统计 美国只有10%的人 一次喝葡萄酒会超过5杯 有16%的人分不清葡萄酒 有分什么种类 还有42%的人 最喜欢喝的酒是红葡萄酒 悠悠小主播Jeffrey 洛杉矶报道